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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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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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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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别冲动了 别过来 别过来 大人 你们好好说啊 生命成可贵 人只能活一次 轻生太不值了 想想 想想你家人 想想李高堂 他们收到你的死讯之后 会是什么反应 我爹死了 那还有你娘呢 她改嫁了 丈母对她如朱似 我不担心她 那兄弟姐妹呢 爱人 像大人这么冲重的女子 她定有爱人 我死去吧 千万别死 我求你了 其实啊 从那天之后 我心里就觉得 特别对不起你 刚才听郎中说 你已经怀 我这心里比死还难受 你要是真死了 那我爱听郎 以后还怎么活下去啊 那我又怎么活啊 我还没有成绩呢 我大的肚子 这么倒不坏 孩子生下来以后 我怎么跟他交代 其他人会怎么看我们 我们怎么生活 比起多一个人凶碎 不如现在死了算了 我现在就是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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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相公 咱们两个成亲了 夏儿 一切都解决了 不是吗 大人 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你们竟然怀疑到艾公子的头上 你认识艾公子吗 算不上认识吧 好 那就难怪了 坐吧 艾家小厨 祖宗三代 都是我们卧龙镇一等一的厨艺好手 创造出来的菜式 有口结碑 远近驰名 连先帝微服出巡 也千里迢迢 专程来品尝他们的小菜 而且还把艾少爷的曾祖父带进宫里 艾家小厨门口那块石碑上面 写的就是这段故事 里边的牌匾就是先帝遇赐给他们艾家的礼物 还有这么一段故事呢 那艾家岂不是咱们朕的旺族吗 可惜先帝沉迷玩乐 疏于朝政 搞得民不聊生 连老百姓都不买他的账 反而是艾家一家 一直都慈悲为怀 宅心仁厚 每逢老百姓有什么困难 他都大开门户 街际贫民 因此受到老百姓的爱戴 艾家小厨就这样传得皆知相闻 更难得的就是艾少爷 承继了他爹娘的这种精神 财心仁厚 所以卧龙镇里几乎每一个人都爱艾丁宝 那丹丹姐会不会是多虑了呢 何止多虑啊 简直是错怪好人 对了 那个顾普怪他不是本地人 相信他很快就会离开这里了是吧 不过他说了抓不到那个独孤则男 他是不会离开的 哦 这一样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说的是真的吗 哪里去啊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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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你啊 嗯 当然啊 那你是独孤则男吗 独孤则男 我怎么会是独孤则男啊 你操 这么要我怎么说你才敢相信啊 那你爱我吗 啊 看着我别会病 说爱不爱 我 你不是说要娶我吗 看 我们凭水相逢素不相识 你怎么可能爱我呢 你刚刚说这句话是我的眼神 跟你说之前那句话是如出一辙 这就证明两句话都是谎言 也就证明 你就是独孤则男 我不是 你是 我真的不是 我实话跟你说 我会读心术 还有我这么多年的办案经验 你疼不过我的双眼 我早晚抓到你的罪证 哎 那 那 你肚子里的孩子呢 你放心 就在刚才 生死殊途的一瞬间 我已经想到了解决的方法 本心你自己吧 哎 谁是这里管事的 啊 不快大人 我就是 大人 你哪里不舒服 我没有不舒服 我没有不舒服 听着 镇上昨天发生一起命案 一个双十年华的姑娘 不知何解 中毒身亡 经过五座鉴定 证实其猪胎案结 室友凑巧 在他们家的厨房里 发现一张你们药店的包装纸 所以我们怀疑这姑娘可能企图打掉自己腹中快肉 于是 在你们药店买过药 怎么可能 没有这种事 大人 我们这店从来不卖这种药 你一定是搞错了 是啊大人 一定是搞错了 是啊大人 我们这里从来不卖那种害人的药 对啊 如果是乌龙镇的姑娘 我们应该知道啊 对啊 是啊 对啊 我也没说一定是你们 这样吧 你给我抓一体这样的药 我拿回去检验一下 就还你们一个公道啊 什么药啊 你说 打开的药吗 这 大人 本店明明不卖这种药 是 你偏偏要我们抓一体 不就是图个人赃并货 献我们于不易吗 是啊 大人 小人树难从命 是啊 这到底是谁家的姑娘 大人 做错这么伤风败俗的事情 对啊 说出来 咱们让他进猪楼 就是啊 不容真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 是啊 就是啊 对啊 到底是谁家的姑娘 大人 这么巧 你也来抓药 我来查你 大人会体平安 小人就放心了 大人 今天小人店里 推出了几款别出心裁的点心 大人如蒙不弃的话 去本店尝尝啊 好 那我改天再来 来来来来 你们也去啊 这这这这到底是什么事啊 没做过这个事啊 对啊 对啊 没做过这个事啊 养不起孩子的 还是身怀重疾 难以生育的 当娘的即使赔上了性命 也得把她生起了 你要是在这里买打胎药 自然会引起大家不安的 我没想到 你就不考虑一下我的建议 除非你不是独孤则男 我说了也没用 我会找到证明 那孩子就无辜成为你去证明 我是不是独孤则男的牺牲品了 那总比长大以后 发现自己的青爹是个大贼 来得清白啊 既然你一意孤行 我知道有个人或许能帮到你 谁啊 我 原版头 我发现了独孤则男的行踪 事出仓促 未能及时指挥 这么危险的事情 那他怎么一个人去了 大人 我们就要离开卧龙镇了 你可以出来了 你说的那个人 是什么人啊 他叫黄大妈 从前也是个郎中 一次不慎 害死了一条人命之后 从此就撒手不干了 现在住在偏远的山里 物能为生 那他怎么帮我 他有一副叫十三不保的秘方 听说喝下去之后 胎儿会自然流失 对孕妇不会构成任何伤害 那好 我们什么事能到 你真的想清楚了吗 你就这么想娶我吗 在哪里是倒霉 赶上了这件倒霉室 既不是一见钟情 又不是两情相悦 何必一错再错呢 走吧 驾 驾 马上就到了 姑娘 这回是我欠言 你 以后不管有什么事情 只要你开口 我爱丁宝 必定富藏老伙 再错了 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轮子被东西磕着了 我下去看看吧 轮子被东西磕着了 小心点 这人还挺善良的 别多想 他只是出于内疚 如果就这样没了 不是更好吗 这个女人 真是超乎常人的坚强 怎么啦 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看 怎么会有具尸体 不是一具 这四个人 都是失血过多 很明显 是同时被谋杀的 你怎么知道 你看看 他们的脖子上 胸前和背后 都有明显的刀伤 这 才是真正的死因 而且 他们脸上的紫黑色 是因为死后 鲜血继续流出而倒去 色泽完全一样 这就说明 死亡时间差不多 就可以排除 他们是互相残杀 也就是说 这对你的凶手 定有奇人 听你这么一说 我几乎可以想象得到 当时的情景 会不会是山贼所为啊 不愧大人 天色尽暗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 还是启程吧 估计天黑之前 就能到黄大妈家 是 想起来 这个人我见过 来帮忙 把他们搬上车 你要带他们去哪儿啊 白马镇 其实白马镇离这儿也不算太远 就几里路 不如 你看 这几天你都晕倒好几次了 这么大个人 也不懂得照顾自己身体 歇一晚上 明天再走不是一样吗 二位要住店吧 里边请 里边请 小二 你这儿还有房间吗 有啊 刚好还只在一间 一间 是啊 夫人 里边请 谢谢啊 夫人 坐 夫人 您看这洗脚水 要温点的还要热点的 都可以 好 马上来啊 夫人生娇肉贵 长途跋涉 真不容易啊 来 好吃啊 来 您慢用 夫人 几条水来了 就这儿吧 这就行 从这里 好 谢谢 夫人 需要给您准备晚饭吗 好啊 夫人 您那相公长得真是玉树临风 一表人才啊 是啊 夫人 您和那位公子 简直就是一对碧人哪 公子来了 你们聊 好 您马上来慢慢聊 怎么突然这么开心啊 你 看什么呢 你 看什么呢 我有看你吗 那 早点休息吧 你睡床上 我睡长下 怎么突然感觉 他也没那么讨厌 玉树临风 一表人才 这么说 好像也不为过 要是孩子将来长得像他 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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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紧吗 好多蚊子 好多蚊子 是吗 可是你的脸 我脸怎么了 活了 好热 好热 我出去透透心 他怎么进来之后 变得怪怪啊 小二 干嘛睡在这里啊 这里风大 容易着凉 进去睡吧 夫人有所不知 最近啊 我们这里不怎么太平 掌柜的让我看紧一点 保障客人的财物和人身安全 有小偷啊 岂止啊 算了算了 还是别吓唬夫人你了 夫人啊 怎么这么晚你还不休息啊 我睡不着 怎么回事 说来听听 啊 是这样的 前几天 我们这里来了四个 长相特别凶神恶煞的客官来投战 四个 我给他们打水洗脚 你猜我看到什么了 我在他们的行装里 发现了大量的黄金 黄金 是啊 第二天他们说要等人 就说多住几天 掌柜的当然高兴得不得了 第二天找他们的人就来了 几个人待在屋里面 也不要茶 也不吃饭 掌柜一看 他们就不是什么好人 也就不好去敲门了 哪知啊 我们醒来之后 发现他们全跑光了 帮我过来 是他们四个人吗 是 就是他们 他们怎么都死了 那来找他们的那个人 长什么样子 胖乎乎 很富泰 我看不是老板也是个老爷 他们有说他姓什么吗 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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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姓周 姓周 让开 让开 让开一下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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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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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了 快点 让开一下 让开 小心点身份 快点 时间不等人了 你快点 快点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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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一下 让开 高大人百发百中 我们哪是 您的对手 成啥成啥 是你们手下留情 高大人 野鸣手快 记忆抄寻 我们呢 是输得无体脱地 哪里哪里哪里 高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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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单 高大人 案情有了新的进展 你不是应该留在卧龙镇吗 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我本来 本来什么 本来他是想找其他人过来 通报大人 可是找不到别人 所以亲自过来了 我这么说对吗 你是 小人爱丁堡 是卧龙镇爱家小厨的东家 爱家小厨 名店呢 说不上 大人您客气了 我久仰大名啊 可惜啊 抽不出时间去品尝 下回 大人 属下真的有要事通报 说吧 你还记得淘金殿 那个老板周阿三的儿子被拐 今天同时被抢劫的那个案子吗 记得 那早就过去的事了 没过去 我找到了那帮抢劫的匪徒了 真的 人呢 死了 死了 以属下所见 他们应该是被周阿三所杀 周阿三 这 我告诉你啊 赶紧给我回卧龙镇 别在这儿招惹是非 你怎么这么不安分呢 我让你去救小孩吗 你去跑去抓贼 我让你回卧龙镇留守呢 你却跑回来胡说八道 我 人家周老爷是什么身份呢 富甲一方 人家会自己欠欠自己吗 你还不如说 人家杀人面口得了呗 大人 我有理由啊 行了 你每次都有一百个理由在这儿等着我 我 你上次不是说了吗 从现在开始 我什么事都不管 只管抓到独孤则男 可人呢 你抓到了吗你 这是两码事好不好啊 大人 我身为捕快 难道我明明抓到的杀人凶手 我都不管吗 那我还算人吗 我还算 除暴安良的 人民公仆吗 我还算是 使下第一女捕快吗 只要你能抓到独孤则男 我高志方保证 一定向朝廷推荐你成为 世上第一女捕快 好了 别再招摇过世了 再管闲事 可别怪我把你调去当第一女房长 女房长 管茅房的房长 让我管茅房 不是大财小用吗 来 谢了啊 慢点 慢点 二点六 二点六 您安安好 来 四两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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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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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价又降了 四九九 四九九 再探再探 好好好 你们两个挺好了 四九九 快快快快 四九九 这个天哪 什么回事啊 四九九 我也没有办法 唐晴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快改四九九 快改四九九 那下面坏了 别着急 别着急 别着急啊 很快就轮到你们了 老板 要你看看 你快都快点 leur 怕要干 周阿三 对 你怎么就认定 周阿三是杀人者啊 你真的想知道 好 我告诉你 那天 周阿三到我们衙门报案 说他的儿子周福寿 被绑架了 干 昨天有几个蒙面人呢 突然冲进我们家金殿了 高大人到 高大人 大事不好了 周老爷 怎么是你啊 发生什么事 我儿子 我儿子 我儿子被人绑架了 他们说明日午时 要交出两千两文银 否则撕票啊 这么大的呢 渡孤则难 渡孤则难 胆大包天 竟敢在老虎的头上动土 这独孤则难是何人哪 他这是臭名昭著的 江湖大盗 不顾 绑架人质还是第一次 那这 为什么 我们家阿寿 可是我家九代单传呢 他说 独孤则难让他交出两千两白银 来赎回他的儿子 第二天 我奉命带领衙门的上下所有人 小庄打扮 到约定的地方等候 目标人物果然出现 我一声令下 弟兄们立刻冲向可疑人物 那人发现了 连钱都不拿就拼命地跑 我就拼命地追 站住 别跑 给我追 抓到他的时候 我还在穿着 乞丐和流浪汉菜股穿的廉价鞋 当时我就断定 这不是独孤则难 这事不可能这么简单 于是 我就一丢烟地跑回京店 糟了 果然出事 空城计 这是我全部的好借 好 上 上 啊 来 知道 我 哥哥 你 是 我 我 我 是 你 你 我 丰 我 是 我 你 你是 我是 但是 你 请不吝点赞 点赞 点赞 快点 就在我快要将他们制服的时候 周朱阿三突然冲到前面 抱住匪徒 另一个匪徒趁机将他挟持伟人质 我只好放他们走了 周朱快点 快点 快 救救我 好汉好汉饶命 好汉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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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金子 周老爷 你怎么了 你不是去找我儿子了吗 我儿子呢 你儿子 我带着衙门的人挨家挨户地搜 翻柄全阵 找周阿三的儿子 你们那边 是 赵苏主席了 是 你们去那边 是 你们这边 咱们去那边 是 开门 开门 这什么事啊 杨梅呢 走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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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啊 终于在一个米仓里 找到了周福寿 他才安安静静地睡觉 床边 却放了很多食物和玩具 周老爷 周老爷 爹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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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周老爷 别太激动了 既然父子已经团圆了 别内疚 高大人 真是他也感激您 您的打安党呢 我周阿三是 漠实难忘啊 现在金子没了 要是连儿子也没了 我周阿三以后 还怎么活呀 将匪徒生之于法 还你一个公道 高大人 太感激您了 既然你们已经团圆了 我告辞了 高大人 来人 是 高大人 这是小明的一点心意 不不不 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 怎么能收取人家的金子呢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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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大人 所以你就断定 多阿三是自己想接自己 没错 可是有一点我想不通 就是他明明很有钱 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金价 金价 据我所知 金价与产量挂钩 产量越多 金价越低 你想想 市场上本来有一万两黄金 突然少了两千两 金价自然会出现浮动 从而会引发起市民抢核 这金价自然就会再次上升 金价上升 周阿三的资产也就许涨船高了 我这只是个假设 衙门落案起诉周阿三 还得讲真凭实据 马上就要到了 到了 usalemard 龙大妈 男嬷 我是艾家小厨的爱就保 三位请进 三位 进来了 보� 你肤中那块肉已经成行 难道你就不把它当人看待吗 黄大妈 我们这次来的主要原因是 我已经不是大夫了 难道还有人来找我看病 不用说 肯定是冲着我的十三不保而来 我这副药虽然天下无双 功效一流 可是这些年一直无人问津 难得你们赏识 拿去吧 就这样 冲水一喝 过两天 你腹中那块肉就在排泄之中 不知不觉地流失 你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不过 凡事也有例外 什么例外 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受得了的药道病除 受不了的留下后遗症 什么后遗症 比方说 抵抗力下降 体质提早衰退 轻微者伴随着忽冷忽热 头晕恶心 严重者 头发脱落 皮肤发黄 皱纹提前出现 甚至影响生育机能 也就是以后不能生孩子 你 没有 那 你没事吧 黄他妈说的是最坏的情况 你真的愿意娶我吗 迷了戴上 我爱丁宝愿意举顾丹临为妻 愿意成为顾丹丹 腹中那块肉的爹 愿意用一辈子去承担 他们母子俩以后的衣食住行 供书教学 还有生养死葬的责任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口气 好了 到你了 我顾丹丹 我愿意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合适 你就说 你顾丹丹愿意我爱丁宝 成为你腹中那块肉的爹 愿意一辈子去承担你们母子俩 衣食住行 供书教学 还有生养死葬的责任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口气 那我作为你的妻子 也该有点责任吧 这个好说 到时候看你心情嘛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等孩子生下来 你要是愿意继续做我的妻子呢 咱们就继续 要是不想呢 咱们也可以离 你就继续做你的捕快 我就继续做我的生意 孩子的去向呢就 到时候再说 你不是真心想娶我 我倒是真心的 你要是真心的话 怎么一开始就说离婚呢 我没有想离 我只是说 不用再说了 你这样做 只是过不了自己的良心 想负起男人的责任 不是真心想娶我为妻 这样的婚姻我要来干嘛 我真糊涂 看看 我是真的愿意你成为我的妻子 做我孩子的娘 但是我知道 人生苦短 自由最可贵 没有人可以偷走我的自由 同样 也没有人可以偷走你的梦想 单单 这次事出突然 我们只能亡羊补牢 一起去扮演孩子的父母 把他养育成才 尽我们所能 给他一个完整和谐的家 经过这几天跟你相处 我知道你是一个才华出众 目光远大 而且很喜欢捕快的工作 还有最大的心愿呢 就是成为史上第一女捕快 所以 我希望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 你还是你 我还是我 你不偷走我的自由 我不偷走你的梦想 你的志向 你的快乐 你的心愿 你 你偷偷偷偷偷偷偷靠没有啊 小心你的身上 别碰我 说到底 你就是怕我偷走你的自由 怕我以后影响你跟别的女人 偷情 偷欢 偷香切肉 偷鸡摸狗 偷粮换粥 偷天换日 偷我的偷你的偷 喝死 蛋蛋 兔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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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就是借口 一派胡言 不想娶我你就直说 说什么偷走你的自由 我的梦想 根本 根本就是 蛋蛋 咱们有话好好说行不行啊 我终于听懂你说的话了 真的 一般的男人 娶媳妇就娶呗 养孩子就养呗 哪像你这样想这么多的 因为 你确实很需要自言 我看你是真听懂了 何止听懂 简直完全理解 因为只有贼的脑袋 他动不动就想到偷 怕人家 偷走他的自由 更怕 娶了个女捕快回家 朝夕相对的 那 还怎么去偷东西呢 所以才会想到 等生完孩子 就跟我离婚 独顾作男 你想的太周到了 只是不巧露出了马脚 切开了自己的真身 你这思维也跳得太快 说哪儿去了 你还想抵赖 行 咱们去找黄大妈 干嘛 顺利的话呢 就解决了你腹中这块肉 你就可以继续当你的女捕快 去证明我到底是不是独孤则男 要是有什么头晕身子热啊 三长两短的 我还可以按照原来的承诺 好好照顾你 生老死荡我全都包了 你干这样行了吧 走 我不去 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别逼我 好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要么你就嫁给我 让我当孩子的爹 要么你就走 独自面对以后的一切 我一概不管了 怎么样 那你到底是不是独孤则男 等你找到了证据 再来跟我说吧 凡事要讲证据 那 我们就 聚账结了 看你哦 好啊 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说吧 在我还没有找到证据 证明你不是独孤则男之前 不许县外公布咱们的关系 可是你的肚子也等不了啊 放心吧 以我孤丹丹的能力 经验和智慧 不出三个月 我一定能查闻真相 可以 随便 丹丹 我爱丁堡 愿意去孤丹丹为妻 愿意成为孤丹丹府中这块肉的爹 愿意用一辈子去承担他们母子俩 以后一切衣食助洗 公书教学 还有生娘死葬的责任 扔到生命的最后一口气 我孤丹丹 愿意嫁爱丁堡为妇 愿意接受她 承担我们母子俩 以后的一切 衣食助行 公书教学 生娘死葬的所有责任 直到 生命最后一口气 我还爱着你 永远爱着你 梦中的你和我 相伴下你 我不敢触摸这张网 我不敢触摸这张网 害怕记忆四处流淌 冲动的爱匆匆忙忙 苦过要自己唱 我不敢触摸这张网 如今何必再续伪装 心平无根而在你 也比不少点点玻璃花 我还爱着你 永远爱着你 为什么幸福偏偏藏在关于你 我还爱着你 永远爱着你 为什么爱情偏偏 乐际说离 我还爱着你 永远爱着你 为什么幸福偏偏藏在关于你 我还爱着你 永远爱着你 梦中的你 我还爱着你 dir完了 我还爱着你 位下jud